一人孫鹏还有迪鹰的儿子孫安佐 昨天正好是前往到金山工作 碰上了暴雨 车辆差一点就被水流冲走 还好最后剧组前来助援 另外还有网红透露 汐水暴涨溃提 水流冲进了未在淡水的家门 让他直说非常的可怕 是30年来头一回这么严重的灾情 天空下起暴雨 汐水暴涨山坡土石被大量冲刷 出现一道霓黄洪流又快又急 景象触目惊心 铁丝围棋的停车场成了一片汪洋 只见白色秀绿车被水淹到三分之一 另一辆银色轿车几乎都要被灭敌 躲在市内哪也不敢去 受到山坨台风外围环流和东北季风影响 新北金山四号出现惊人雨势 单日累积雨量就高达613.5毫米 打破当地侧站历史记录多出大淹水 一人孙捧儿子孙安佐和经纪人到金山工作拍MV 没想到遇到暴雨 当时开车到一半就困在水中 差点被冲走只好汽车 幸好最后剧组前来相救 但碰上风路 5号清晨才回到台北 另一位网红在淡水的家也出现恐怖景象 西水暴涨就快要冲到产业道路 没想到下一秒就往民宅冲 工厂大淹水 泥黄水流不断灌进来 瞬间变成河道 一群人只能站在角落努力把东西固定 网红Alice分享淡水阿公家后山 西水暴涨溃体 让工厂以及家门口都出现淹水变成瀑布 直呼超恐怖 说30年都没看过淹那么大的 不少粉丝看到这一幕都吓坏 直呼希望一切平安 不要再有灾情 记得当时王秋明新美报道